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十三五这五年是迄今为止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最大 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最好的五年 那么十四五生态文明规划又是怎么样的呢 2020年10月29日 在儒潮的掌声中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五次全体会议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对新一个五年乃至十五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介绍的未来蓝图 做出了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 在全会中提到 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坚持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坚持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 构建生态文明体系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介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 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可以看出 全会对于绿色发展的阐述 要更加的系统 更加的全面 更加强调了 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将发展与绿色低碳 生态保护 在新的发展阶段 新的历史起点上 有机统一了起来 规定了未来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性质 可以说是非绿色 不发展 2020年8月15日 是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15周年 15年前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习近平同志 在浙江安吉渔村考察时指出 我们过去讲 既要绿水青山 又要金山银山 其实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9天后 习近平同志 在浙江日报 《之江新语》专栏上 发表题为 绿水青山 也是金山银山 理论文章 在文章中 习近平同志指出 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 转化为生态农业 生态工业 生态旅游 等生态经济的优势 那么绿水青山 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 2006年 习近平同志 进一步总结了 人类认识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用绿水青山 去换金山银山 第二个阶段 是既要金山银山 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 第三个阶段是 绿水青山本身 就是金山银山 2013年9月7日 习近平总书记 在哈萨克斯坦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发表演讲时指出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山 宁要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 而且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2016年3月7日 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12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四次会议 黑龙江代表团 审议时的讲话 进一步提出了 冰贴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 2020年3月底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全球 共同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 野菌时刻 时隔15年 再次到渔村考察 他说 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 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 路子选对了 就要坚持走下去 两山理念 不仅仅是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一句话 而是三句话 构成的完整表述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山 宁要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 而且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由此可见 两山理念的科学内涵 包括兼顾 前提和统一 这三个方面 第一 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即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 并非始终处于 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 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只要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 尊重自然 敬畏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就可能兼顾 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 实现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 因此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是可能兼顾的 第二 宁要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 一旦绿水青山被破坏 其往往是不可逆的过程 留得青山在 才能不怕煤蝉烧 在环境容量给定的情况下 我们要以此作为约束性的前提条件 再来考虑经济增长的可能速度 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在同样的环境容量下 才能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 因此 在条件约束 无法接顾的特殊情况下 我们要有所选择 要坚持绿水青山 也就是坚持生态优先 第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除了石油资源是经济资源 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之外 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 也是经济资源 也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 更重要的是 绿水青山是实现 源源不断的金山银山的前提和基础 保护好绿水青山 保护好生态环境 保护好生态产品 就是保护好金山银山 因此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是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的 有机统一 现今 生态文明建设 已经写入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凸显了建设 美丽中国的重大现实意义 和深远历史意义 如何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是一篇大文章 我国既要实现现代化 也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 实现绿色发展 这是人类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壮举 这要求我们既要发扬 探索创新的精神 又要大胆地实践 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第一 生态文明建设 是关系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忌 为子孙后代忌 为长远发展谋 我们中华文明 传承五千多年 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 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 劝君莫达三春鸟 而在朝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 一周一范 当思来处不易 半思半缕 横念物力为皆的自家格言 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 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 绿水青山 既是自然财富 生态财富 又是社会财富 经济财富 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 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 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第二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人民是最直接 也是最广泛的受益者 在现实实践中 很多人有认识上的误区 认为发展和保护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是实际上 绿色是大自然的底色 我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生态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联好生态本身 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介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 目的就是既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又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绿色思维是生态智慧的体现 坚持绿色发展观念 树立大局观 长远观 整体观 把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 作为基本途径 把培育绿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 才能使青山常在 绿水常流 空气常新 人民群众才会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实现全面 可持续发展 第三 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 全方位 全地域 全过程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指出 要构建政府为主导 企业为主体 社会组织和公众 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是一种广义上的社会管理 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 是一种广义上的社会体系 构建生态文明体系 与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目标 相适应 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领域 也必须尽快实现 或强化自身的体系化 专业化和法治化 而这也构成了我国新时期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 国家层面要建立跨部门的 闲座机制 研究评价考核工作的重大问题 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和任务 全国范围要实施分级评价考核 国家负责对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生态文明建设 进行评价考核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也要根据国家的总体要求 结合当地实际 制定相应的评价考核指标体系 开展针对下一级党委 和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评价考核 从而形成上下一体 系统完整的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评价考核工作体系 落实好党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绿色发展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大战略部署 第四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用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法治 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用之不绝 失之难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法治 才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可靠保障 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 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揭持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 是生态文明的真谛 自然恢复为主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是坚持好发展底线 生态红线的底线思维 生态红线 就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 和生命线 我国要构建 以生态环境整体质量提升 为统设目标的跨部门 跨行业 和面向大流域区域的 协同联动的行政监管 治理体系 必须把制度建设 作为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中之重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着力破解 制约生态文明 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 构建产权清晰 多元参与 激励约束并重 系统完整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把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制度化 法制化轨道 第五 积极参加国际合作 携手共建 生态良好的 地球美好家园 近年来 中国的绿色名片 在国际上日益亮眼 河北三海巴克林场 建设者 浙江省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 支付宝蚂蚁森林项目 接连荣获联合国 最高环境奖 地球卫视奖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执行主任 宁尔埃诺生表示 中国正积极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 世界需要这样的环保理念 中国是负责任的 发展中大国 是全球气候治理的 积极参与者 在巴黎协定的框架之下 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 将于2030年左右 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分值 并争取尽早实现 2030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 比2005年下降60%到65% 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达到20%左右 森林积蓄量 比2005年增加 45亿立方米左右 虽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 实现我们的承诺 中国将落实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坚持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坚持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全面推进节能解排和低碳发展 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十四五 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 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 是实现美丽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生态心则文明心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制约历史发展 影响文明新衰 危及人类生存的第一因素 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支撑 十四五生态文明篇规划及其贯彻实施 是关系建设美丽中国的大事 我们理应将这一规划目标及其实施纲要 宣传好 落实好 使之成为我国未来五年 甚至更长时间内 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有效规约 与积极促动 让天更蓝 山更绿 水更清 环境更优美 继续讲述美丽中国故事 创造生态治理 中国奇迹 路虽远 行则将至 事虽难 做则必成 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 向着美丽中国的目标 我们再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